早安 也好歡迎飛行 歡迎收看 《綜藝大歌浪》 Yes 馬上要介紹賞心悅目的畫面給大家 都是美女啊 對 歡迎我們今天的Fashion Show 王愚仁小姐 王愚仁身高168公分 體重48公斤 三圍33C 24 34 第二位王愚杰小姐 王愚杰身高160公分 體重45公斤 三圍32C 24 35 第三位 上馬秤身高162公分 體重46公斤 三圍34C 24 35 接下來介紹的是零如棋小姐 零如棋身高168公分 體重49公斤 三圍32C 25 35 接下來介紹的是李冠宇小姐 零如棋身高169公分 李冠宇先高169公分 體重48公斤 三圍34D 24 35 164公分 1919 2011 Dante 掌聲鼓勵 人家看看 你看我們這位五位美女坐在這邊 這個圖畫 對 一致台片 可是妹哥 我們想看的是猛男 我們想看是猛男的 猛男喔 猛男… 猛男… 不是你 四階是瘋 兩性平等的運動發展到現在 連副總統都是女性 對…不讓各位失望 是 這個猛男是有來頭的耶 今年度他們是在 所有職業的這個運動裡面 是 拿到頭籌啊 沒錯 包括冠軍的台灣啤酒籃球隊 猛男… 這位各位介紹的這位帥哥 何守正先生 何守正 身到196公分 體重96公斤 背號16號 喜歡的異性類型 陽光 健康 例如小鞋龍 化身 帥… 記住喔 再來介紹的是哈寶寶 哈孝遠先生 身高200公分 身高200公分 體重115公斤 背號77號 喜歡的異性類型 嬌小 甜美 例如我們的名言孫雲雲小姐 第三位介紹的是 冠軍 林冠軍先生 身高187公分 身高187公分 體重85公斤 背號7號 喜歡的異性類型 活潑開朗 健美 例如蔣儀小姐 這顆球她會丟給誰呢 王一仁 丟給王一仁 接下來介紹許承文國手 身高197公分 體重123公斤 背號15號 喜歡的異性類型 熟女活潑要有長短 比方說配身 那些 生動其心啊 走 漂亮… 掌聲鼓勵 好棒喔 帥… 真的不太敢靠近她 真的 我們當然會變成 對 哈比人 那邊好像是另外一個世界 對啊 各位 他們這四位呢 是第四屆 是SBL直籃冠軍 台灣啤酒籃球隊 恭喜… 這幾位 分別跟大家問候一下好不好 是… 來 一個一個來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灣啤酒隊7號 我是林冠倫 我是控球侯威 第二位 大家好 我是台皮何守正 可是你要講… 對… 我是打前鋒 有人叫好帥對不對 帥… 好 這一位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台灣啤酒籃球隊的 哈孝遠 我是77號 那我打的是中鋒的位子 第十位 嗨 大家好 我是台灣啤酒籃球隊的 四號冰箱 許承文 然後我打的是 全能 全能的 聽說裡面有一位 跟阿妹有傳出 會文喔 對啊 聽說你是阿妹在追何守正 那時候無緣無故 怎麼會跟阿妹示範呢 守正你要跟我們解釋一下 沒有 就比完賽 然後因為他看我們比賽嘛 然後比完以後就 黑人找我們大家一起去吃飯 對 就這樣子而已 黑人現在是扮演 對… 對啊…就真的 我們幾位台皮的呢 你們裡面酒量最好的是誰 坐在觀眾區裡面 冰箱… 冰箱啊 他大概可以喝幾瓶 三瓶威士忌 那你為什麼不到威士忌隊去 要到台北隊 還沒有這個隊啦 那酒量最差的又是誰了 守正 你這樣怎麼可能跟阿妹在一起 沒有… 沒有那個要互補啊 什麼酒你拿出來 總喝完沒有事情 尷尬… 真的不會喝啊 真的 原住民的酒量本來就很厲害 對啊 再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們球隊 對不對 直籃 直接這個 這個比賽 就是說你們比方說這個 你不用一點手段 你不是要凶害一點 就是硬碰硬的在那邊 承手規矩 那也不一定拿得到冠軍 搞不好還吃虧 我規矩 你們在球場上碰到 你們覺得最髒的那種比賽 是大概是誰 你碰過什麼 不過如果是要那種 有成多衝突或是打架的話 其實哈孝遠就是發生 就是SBL第一起打架的事件 所以問他比較清楚 請如實地跟我們報導 那麼可愛 你會打架 你到底怎麼回事 到底怎麼回事 沒有 就是 就有些球員他會用一些 有時候我們其實如果身體碰撞 就覺得還好 可是他有時候如果 你感覺出來 他是故意要讓你受傷的話 這時候 怎麼教訓啊 這個時候就要教訓 沒有 有時候就是 很自然就是揮拳 有 有造成過兩隊開始打架 有沒有造成過 我們沒有 可是我們這一季有 有一次這個事情 可是不是我們球隊 對… 我聽說有一個球隊贏 對… 那個打的是兩邊都通通要出來 聽說打群架的時候 不能坐在板凳上 就對 不能 不行 那太過分 我們同隊一定要衝出去 對… 就叫囂都可以就對了 可是那個不是我們球隊 那一次打架不是我們球隊 我現在還懷恨在心 好 今天我們看看 他們幾位是不是 最忠於台皮球隊 我們來試探他們的精神 是 結果我們今天要玩一個遊戲 應該是你們也很熟悉 跟啤酒有關係的遊戲好不好 我們看看他們是為了實力怎麼樣 好 倫哥 你要加油喔 沒有問題 你交給我 你交給我 Happy Beer 台皮直籃明星如何過關 快很準拿獎金 獨家登場 我們今天要玩一個遊戲 應該是你們也很熟悉 跟啤酒有關係的遊戲好不好 我們看看他們是為了實力怎麼樣 好 綜藝大哥大 Happy Beer 台皮隊 然後又是今年的冠軍 沒錯 來…推一下這個啤酒 真的不容易 為了證明我們這個機關 是可以過的 我們不是故意 我們要請品源 我們三鐵選手 三鐵的選手 好不好 去看看… 真的可以嗎 加油 加油… 加油… 再等… 加油… 加油… 這是一個可以把啤酒推出去的好時機 可惜黃品然錯過了 我真的沒有 好… 好… 真的很難耶 其實會…會進 會嗎 其實是這裡 在這裡瓶子倒了 對… 你看是不是是有機會的感覺 是有機會 那我們讓我們這個 自然… 這給你什麼 好 只要過去就有五千塊 好 好 過… 過… 過三關就有了 好 只要過就有五千塊 好 過三關就有五千 對… 冰箱 冰箱…加油… 冰箱…加油… 冰箱… 攝影師小心一點 攝影師 加油… 加油… 慢慢來 過… 好 不行… 過… 過就好了 這樣就完了 對… 這樣就完了 對… 對不對 這個真不能怪我們的 他沒有龍色 根本還沒過就推了 對啊 好 哈寶寶 過就有五千了 來 加油… 獎金提高了 六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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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過… 過… 加油 過… 過… 漂亮… 又幹嘛 還可以嗎 很立在這裡耶 所以這不是不可能嘛 對啊 最高清潔 對不對 最高清潔 好厲害喔 剛剛已經講六千 嚴格說六千就是六千 原來是差在街上 六千… 他剛剛不太小吋嘛 六千… 好 再加一千進去 好 恭喜 而且妳的女人是誰 什麼 好啊 好 妳的女人 好 要親一下吧 對不對 對… 好… 要親一下… 親一下 來… 頒獎 謝謝 對不對 不是不可能是嗎 對啊 我要差一千塊 就有個英雄出來啦 真的… 好 灌… 加油 感覺好像狠的樣子 好 要抓… 漂亮啦 漂亮啦 六千 六千 好厲害喔 對 其實他一出手我就知道會過 對啊 對啊 很厲害耶 那個時間就覺得剛剛好 這些人太現實了 多一千剛剛過關 只可惜…是飛出去的 這樣算起來 不管怎麼講 還好我們已經省了一個 對… 六千再來 六千 六千… 六千 來 頒獎 六千 來 憲文… 憲文… 憲文 我們憲文可以分錢嗎 當然可以 對啊 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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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文 還憲文能不能分錢 對啊 你這個女人也太現實了 憲文你會游泰 你要幹嘛 憲文 你要抓給我憲文的 如果憲文我會這樣 憲文 憲文你沒有過啊 憲文她就會過來 因為她有兩邊可以親 對啊 真的嗎 她不行已經過了是不是 對啊 先換手震 手震… 大帥哥 Gigi 加油 妳的手震 小震震 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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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緊張 加油…手震 加油 加油 非常可惜 非常可惜 Gigi 真的我很抱歉 我知道妳心裡想死了 沒有 就想死了 時間是嚇到她了 可是她沒過的 我們也不能去想 你還是要穩 對 可是如果Gigi不反對的話也可以 我今天有兩位是過關 對… 像校園跟林冠仁 掌聲給他們 好 希望這個 還有更多亮麗的成績 在後面等你們 也希望常常到我們節目裡面 來 掌聲給我們這幾位冠軍鼓勵 謝謝 贊助 今天當然也有幾位金魚料理的幾位大師傅 當然到了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介紹幾位大廚師 首先為大家介紹的是 第一批Fation Bar的曹文龍師傅 第二位為大家介紹的是 棒球冰淇淋專賣店的邱元明師傅 接下來為大家介紹的是 168海鮮會館延宜中師傅 介紹第一位 好 非常了不起的陳馨禾先生 來 出場就不一樣 來 走 來 走 好厲害 你看… 有事嗎 沒事 沒事 那您衝著我招手是什麼意思 可以來訪問啦 好厲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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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說這五大郎這故事您看過嗎 腳有點痠 咱們站起來吧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長高長大的五大郎現場 是怎麼讓眾人驚呼 馬上回來揭曉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有人才快海卻不海 人生好表富同 對 對 不才有 非常感到 對 鄉帥英俗 日帶綜藝大歌大 歡迎光臨 我要說這五大狼 這故事您看過嗎 腳有點痠 咱們站起來吧 加油… 謝了… 你不講我們還不敢站起來 好 各位 你們知道他在表演什麼嗎 表演 就很臉 雜耍 不是 他是演一個人嘛 就認為他是雜耍 我跟你講 我現在就先跟你們 透露他表演一點就不是這個 真的… 老師教得好 我以前是從這個 國立台灣戲曲專科學校畢業 戲曲 就是一位練家子出身 練家子 光剛剛他這樣蹲著走路 可以走這麼快 對啊 好厲害喔 有老師的臉了啦 很久沒碰了 你是很怕你們老師 老師他臉就是這樣 我跟你講 他說的是對 在他們在練這個 特別是國劇這方面 小時候真的是拳打腳 邊打 對不對 是不是 我第一次被拿這麼高的疼感 這樣很K 是因為我們學長他吃宵夜的時候 少吃一碗 他說今天誰吃兩碗的 我那個海鮮粥我最愛吃的 結果我下去吃沒了 來 你們小班的全部集合 一人兩騰桿 多吃了一碗才想吃 多吃了 所以有一個人沒有吃到就不行了 以前我們剛剛入屋去當兵的時候 我記得這個狀況 第一天去 前兩天是吃不下飯 因為軍中的那個米 就是比較粗糙一點 那個菜跟家裡味道一定不一樣 第一天 然後一桶一桶的飯拿去倒 第三天就不一樣了 怎麼不一樣 因為一操勞下去不得了了 肚子餓了 餓了 第三天孔子就通了 就會不會光了 第四天有沒有 是 就看到我們吃完飯從餐廳出來 就很多人這樣 舉著饅頭或者咬著饅頭這樣 為什麼 因為吃不夠吃的 就是偷饅頭這樣塞著 我天天就站在門口都是我 你的食量這麼大 操練的時候是很需要那個量 吃飯吃得慢的人 每天都會餓肚子 所以第一碗跟第二碗飯很重要 你說說看 你當過兵嘛 你應該知道他的秘訣吧 第一碗飯跟第二碗飯 第一碗飯不能塞太滿 第一碗我們一開始去就塞得很緊 就… 對… 糟了 別人去塞第二碗 你第一碗還沒吃完 對 所以第一碗要鬆 鬆鬆的 快一點 然後第二碗才用塞的 對不對 是不是 學到了… 以前我一碗就夠了啦 小時候練功比較不使勁 這個是對的 我們是可以問他問題嗎 可以 開始問 他今天表演呢 你們可以開始問 會有動到肢體嗎 會喔 你有道具嗎 有道具 那個表演有特別的衣服嗎 護妝 好喔 應該是配合表演然後做設計 所以你要穿也可以 不穿 不穿也可以 請問有沒有人跟你一起表演 還是自己表演 自己表演 自己表演 這個表演是女生也可以表演嗎 大家都可以 大家都可以 大家有分事 妳的這種表演 對於泡妞是不是很有幫助 對 這個人緣會好一點 什麼 一人的操作 魔術呢 我也是這樣講 妳講對了 魔術就是很容易吸引女孩子 對啊 她的表演 不見得輸給魔術的吸引 我知道了 摺氣球 就摺氣球摺造型就對了 就身體是狗或是星星的 是不是 跟手有關係 但不是摺氣球 表演墨具 這樣好了 她的道具 會在她身上跑來又跑去 跑來跑去 那多啦 什麼溜溜球 那個道具在那邊跑啊 是嗎 跑來跑去的東西 球呢 在奧運裡面你有比賽嗎 就是什麼體操加什麼球 那個像 地板的孕育球 也不完全是啦 你說完 沒有 還能看到男孩子 玩孕育球耶 再來一個提示 算命跟三星家 因為她都常常要依賴她的東西 這那麼明顯 什麼Gigi 水晶球她的演故事 水晶球 大家當初 玩水晶球 這個提示太明顯 這個提示 這個提示有一個答案 這樣贊譜加 大家就知道了 對啊 我是按照大字報上的念 我也沒辦法了 其實我會想到最主要的原因 是啃啃老師耶 因為她一直在彈那個水晶球的音樂 你怎麼協定得這麼嚴重 雖然你暗示那麼明顯 你也得不到什麼好處 對 真的 好 現在就來欣賞陳馨柯 給我們帶來的水晶球 韓村 真的 練他們 回想 裡還有天 kinderg 他apoli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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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喔 天啊 好厲害喔 其實是很不容易的 對啊 真的 就是靠人心弦 就一看著你會很緊張 然後又會被他那個水晶球 感覺好像牽引到一個國… 就是那種好像到一個密的國度 我想檢查他的手指頭 可以啊 他手指頭很厲害耶 他已經穿成這樣 妳要檢查哪裡 好厲害的手指頭 好像在施髮一樣 對 他為什麼他要穿這麼少表演 對 我也是 因為我們製作單位 並沒有限制他穿什麼表演 自由心證 他穿那麼少 因為他跟球接觸 至少說我可能沒有用道具 用機關讓球 對 那也可以更清楚的看到 球在身上的路線 可是我們看妳的那個 露… 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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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馬仙太興奮了 夏馬仙好興奮喔 因為我一開始想知道 為什麼那個水晶的表演 露點需要沒有不穿衣服的 她說那個 她剛剛講過了 她剛剛講過啦 可是我們還是看她的身體 她的肉 對 只有妳… 是嗎 她說什麼 她說這樣子 我穿這樣的話 就有可能只看我的人 而不會看我的人 忘了她的表演 對… 對啊 可是我很認真的一直在看球 她說我沒有球真的 誰看她真的 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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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人類練就的一些記憶 是幹什麼 其實就是吸引別人 注意我們這個人 對 她其實是 全國大專盃體操錦標賽遺囑 男子地板項目冠軍 好厲害喔 冠軍 厲害喔 這個不看怎麼行 對啊 地板動作 對啊 因為你耍水晶球穿這樣 我們真的無法連結 為什麼 但你如果表演體操穿這樣 是OK的 對… 冠軍耶 下秀一下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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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聲鼓勵一下 厲害…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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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蛤 還有 雞雞 雞雞 你今天可以吃到我們的什麼菜 這道是曹溫榕師傅料理的 香菇籽和走 將鮮嫩爽口的鮭魚 搭配獨特的醬汁 放入烘焙紙中搖烤 大開後濃郁的香氣瞬間併發 讓人立刻垂鮮三尺 香歸紙和燒 師傅嚴選肉質鮮嫩彈牙的鮭魚作為主題 並搭配精心調集的奶油醬 並加上迷迭香藥 放進特製紙盒內加以燃烤 使整個香味灌進鮭魚當中 吃上一口你絕對欲大不能喔 好香喔 謝謝我們鍾文榮師傅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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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小吃 好香喔 要把它剪開嗎 光看這個料理的這個手法 就噱頭十足 對啊 師傅 請幫忙一下 好香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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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你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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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人聞一下 謝謝 這個料理的話 因為鮭魚它是非常高的油脂 如果可以的話是一口鮭魚 一口白酒的話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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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有我們就必須要提升 在食衣住行方面的品味 沒錯 來 請 好吃耶 雞雞 跟我們一起 好像也是好朋友 對啊 好香喔 天啊 天啊 真的 而且又不會嗎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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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香喔 這不是折磨人嗎 還是什麼 對啊 我真的可以良心 超究竟 好香 我口水都要流下來了 好痛苦喔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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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兒 不過好像家給你 就這樣就嫁給他了 真的嗎 真的 沒想到吃一口鮭魚 可以許下終身的成績 充分看得出來 一個廣播人的草率 跟直覺 很好吃喔 一口接一口耶 輝哥 我餵你吃 你餵我是會愛想吃你 好啦 你慢慢享用 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我們曹文龍師傅 謝謝師傅 好 接下來要介紹這一位 好 那是出類拔萃的一位人才 結出七年 表演對她來說 那完全就是興趣而已 真的喔 她是一個年輕有為的企業獎 不容易 這是一個機會 女生都未婚嘛 對 馬上變真友 所以說你不能說真的吃了人家 那一塊魚就要嫁給那個死 對啊 好 介紹這位優秀的男生出場 是… 高昊恩先生歡迎 高昊恩先生 好厲害啊 好厲害啊 來… 好厲害喔 妳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非常過時 而且不適合他頭型的頭套 真的 難以掩蓋不了他那種 風流倜傍的感覺 楚獨江這首歌聽過吧 聽過… 聽過… 好像不像台灣人 是朝鮮嗎 有個腔調在裡面 是有點不對勁 香港來的朋友嗎 遙無海塞無海 那他怎麼可能沒聽過 對嗎 有山漂我眼睛中 遠在海海卻不海 人生好表浮頭 聽不聽得懂 這是這一首 你在唱廣東話嗎 為什麼 幹嘛吐槽 不會 不會 被向外彎 這位年輕人你們有什麼問題 可以問他一下 對… 你要拜師學藝嗎 你會說一定要有老師教你才會 還是說 譬如說像我們一般人就會了 這樣的表演 其實在香港的時候都是自己學 後來到美國去 真的是像你這樣做拜師學藝 拜師學藝 拜師學藝 想知道了 來 一定是玩樂器 樂器 玩樂器 好 我跟你們講 他就是一個樂器沒有錯 他就是一個樂器 要猜出樂器 但是要猜是什麼樂器 我跟你們講 這個樂器 等一下… 以前學校常常聽得到 最近好像比較少 真的嗎 在學校 以前 我們都有學過對不對 尾朵 而且是不是要兩隻手一起用 對 來的樂器 不知道 笑碼鍵 鼓… 鼻… 鼻… 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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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的是這樣子 痕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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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其他人 口風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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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人答對 口風琴就是相伴 沒有 沒有 全軍覆墨第一輪 全軍覆墨 美麗是不是真的等於智慧呢 這很難講 靈鼓… 靈鼓 好 我現在再講一講 想辦 非常少的東西 我知道 那個就是很像鋼琴 然後要用東西這樣吹…那個 木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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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鏡 因為排列方法一樣 我知道… 排列方法一樣 陽琴 陽琴 對不起 陽琴是重要的 我知道 就是那個以前古人 會那個很像那個笛子 然後有好多根這樣排在一起 牌笛… 牌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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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牌笛可用 可以 不用手 我知道… 鋼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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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現在準備搶答了 請空檀老師暗示 但是要先搶到的才贏 請暗示 什麼 什麼鋼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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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什麼東西 中先生 王妤傑先生 王妤傑先生 王妤傑 我剛剛那個表演 可是不是一個人 是一堆人 然後是用那個 叫什麼名字 叫什麼名字 妳就講啊 沒關係 那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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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快瘋掉 作皮大個大 超級明星臉 對 他超帥 他長得很像曾子丹耶 對啊 對啊 國際巨星了 好可愛喔 好大意思耶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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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大國際 magic show 漂亮的衛冕者超迷人 英俊的挑戰者超帥氣 精彩絕輪 大國際 coming soon 好可愛喔 準備搶答了 請空谷老師暗示 請暗示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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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什麼名字 叫什麼名字 叫什麼名字 妳就講啊 沒關係 那個就是 妳講 妳講 妳講那個 妳講那個 就是叮咚…那一種 它的叮咚… 不是啦 這是那個 就是那個鈴 大鐘 拿著那個鈴 很像賣法衝料 不叫大鐘 他也是說拿著鈴 對 不叫大鐘 那叫什麼名字 什麼 什麼名字 手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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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響鈴… 完全答對 手鈴耶 真的 手鈴… 就是靈異要打手鈴就對了 靈異公主啊 手鈴 手鈴 果然是靈異天后 對 他講到手鈴耶 嚇一跳 手鈴很難想啊 手鈴還蠻的 對啊 那個什麼裝飾 對 你想叮咚咚咚比較不成名 對啊 其實有一點講 他那個也叫做手鈴 香港叫手鈴 台灣叫手鈴 對 因為台灣你講手鈴 人家聽得怪怪的 對… 對… 手鈴比較像是在殯儀館 對… 最近 手鈴 像這種樂器是 在美國聖誕節常常用的 對 對 好 我們現在就來欣賞 高漢恩先生給我們帶來的表演 好 謝謝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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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的时候当然没办法听到音乐 然后看她的肢体很讲究 真的耶 可是她中间内行人是听她这个音乐的力道 没错 而且她甚至于 她叮叮咚以外呢 她放回去的时候 还选择下了一个音阶 在这边敲打 对 这行家太厉害了 真的 这个很冷耶 像这样子如果我们来练的话 就是练这首歌 可能 我们不能说我们练不起来 对… 但是你感觉就好像 消贩 对吧 好像叮叮咚 第一個音符一下下去 你就會覺得好幸福 很甜蜜的感覺 我聽到這個聲音 我好想打給她 我跟妳講 快點啦 妳想嫁人啦 妳又想嫁啦 跑那麼遠 要走掉啦 怎麼這麼怕日本女孩子 你看老師剛剛點了一首 匈牙利進行曲 好難耶 真的可以嗎 Turki match 你是不是很想殺掉她 是 真的耶 聖誕節快到了 我幫你們點一首是不是 對… 就平安夜囉 好 平安夜 我告訴你 可以選擇另外一首嗎 比方說呢 妳先哼一下囉 很冷門耶 她說到那個妳會不會 對 知道嗎 掌聲鼓勵一下 大家熟的歌 游藝聖 E-flat… E-fl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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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音就已經不得了 現在是三音耶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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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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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嗨 好溫馨喔 對 他只有在這六個聲音裡面 這個可以做個人的獨奏會嗎 可以 你看看 對啊 有做過了嗎 36唱 非常謝謝 高總監到我們節目裡面 高浩恩先生掌聲給他鼓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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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沒想到 冠儀猜中了 冠儀不錯 第一次來猜到了很難得 真的 好 請師傅給我們秀菜 這人說都沒有三寶 人生貂皮烏辣草 這道菜也有三寶 五勝中卷桂花棒 頂級的食材加上大火的爆炒 讚啦 你看他這個火在他的表情上 他根本完全毫不畏懼 那真的是來人開口的情供 翠玉爆三鮮 師傅選用烏森桂花棒 中卷三種極鮮食材 運用大火爆炒方式 快速將酒氣與香氣 鬆鬆滴入食材之中 口感的鹹甜美 馬上在味蕾上散開 保證你大呼過癮喔 掌聲給我們演員鐘 師傅 掌聲鼓勵 希望… 謝謝小石 好丟的耶 然後他推的時候我都想說 你不要把它弄破了 對啊 這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芋雕耶 芋頭雕 這真正的芋雕耶 芋頭雕出來的 而且連這一根都是嗎 這全部都是芋頭 好多喔 對… 你們別弄壞他 這個隨便吃完 這個還要送到故宮伯母 還要展覽喔 這芋白菜有沒有 你看這個師傅的 所以我要吃這個菲哥是不是 這大芋頭 你吃這個我們吃 這要吃很大顆的 蚵仔才有辦法 這是用揭的 對 你看那個師傅又這麼誠實 對不對 好幾個芋頭拚錢 雖然我們很想聽到 說一整科學 我們寧願他說謊和他說謊 怎麼還有那麼大的芋頭 哪有恐怖芋頭 有一點嚇到 你光看它揭的 你光看下面就很大塊了 對… 好大 好 師傅這要揭這麼久 這都兩三天的時間 你看看 三天 三天的時間 為了你耶 好幸福 為了上我們節目就好 謝謝師傅 我沒辦法嫁給你 對啊 但是你給你… 師傅我可以… 我可以 你不能這樣積極這樣的隨便 對 我不能嫁可以 吃一口魚就要嫁給師傅 真的 你好吃麵喔 你如果是你會想先吃花枝 還是海參 還是桂花瓣 桂花瓣 桂花瓣是什麼 桂花瓣 桂花瓣就是海參 海參 北來那五條筋 好 這是從海參 來 好辛苦耶 所以我一定要試試看 海參是因為地中海來 海參是地中海 飛哥好餓喔 好香喔 羅東 恭喜…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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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非常有深海的感覺 看得出來 妳整口想蹲蹲不下去 對啊 好好笑 對不對 沒辦法達到入口即化 有沒有 有點卡猴 還在嚼 慢慢嚼… 我們就是要看妳嚼什麼 都不要講話 把它嚼掉 好香喔 好香喔 這樣蹲 這是什麼回事啊 怎麼會這樣 我試試看有這麼嚴重嗎 我覺得吃這個可以減肥耶 因為一直嚼… 飛哥是不是真的 還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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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被吃了變什麼呀 真的很不一樣 馬上回來看看 張飛吃醬 效果百分百喔 這是什麼回事啊 怎麼會這樣 我試試看有什麼嚴重嗎 我覺得吃這個可以減肥耶 因為一直嚼… 臉會瘦 飛哥是不是真的 乖… 還好嗎 外星來的 乖…還好嗎 還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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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吞下去 還有 還在講 不是 很有嚼勁耶 非常 很好吃 很好吃 不是很想一下吧 但是要嚼很久 對 好想吃 好想吃喔 一直吞不下去 我們也想來好好嚼一下 這剩下來都是妳慢慢吃 好 鼓勵一下 好 接下來這個菜 就是我們女生好不好 沒有吃到 真的會傷心欲絕 對… 這個太重要了 這道菜 什麼… 棒球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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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吃喔 棒球冰淇淋 就比棒球還要大的冰淇淋 對 今天還有口感 更地不一樣的是 上面有王建民先生的簽名 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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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不知道耶 真的假的 我們有嘗試送過去 可是在飛機上 已經變成一灘水 好話耶 來 表演者兩位 是 這兩位他們的人生 充滿了傳奇 對… 出來我們一訪問你們就知道了 是真的 歡迎李佳萍 林憶安 小甜甜耶 對耶 好可愛喔 像大意思耶 她好像大意思 好像大意思 好可愛喔 剛剛他們同學都說你長得像大S 像大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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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個琴 很可愛喔 對不對 但是這個你笑得好甜 雖然很像大S 出來的主題曲就很好聽 可是她呢 很喜歡玩戰力的遊戲 很喜歡享受致命邊緣的快感 愛玩大蜘蛛 愛玩大蜘蛛 真的 是… 好奇怪喔 還好嗎 因為小時候就覺得 毛毛毛毛的蜘蛛很好玩 就給它刷起來 在那邊轉來轉去 好厲害喔 小的 大的都玩嗎 大的 通常都找大的 是不是太偶心了 玩蜘蛛啊 很角色耶 對 很角色 你看我們小時候有沒有 常常就在鄉間填梗上跑 對… 常常兩邊都有樹 對 有一些那個白木蜘蛛 牠就在馬路中間 就給你結一隻碗 牠就停在中間 我們這樣 常常碰到自己 真的嗎 然後還吸到這樣 就在這邊 很噁心 就是那種很噁心 肚子很大的那一隻 而且那個一睜到眼睛 有時候都會瞎掉耶 感覺上它邊緣 牠的腳還有呈現金黃色的條紋 有 妳是玩哪一種蜘蛛 就是 就是通常腳很毛那種 我就覺得牠好像很可愛 很可愛 玩到最後 蜘蛛的下場都是分屍 牠都一直把牠們切掉 會解剖嗎 因為轉一轉的話 牠就會斷掉 對啊 就放在床邊 然後就 玩另外一隻 就玩另外一隻 請問妳的蜘蛛供應商是誰 然後就通常看到就抓的 抓蜘蛛 我們家很多蜘蛛 麻煩妳來抓我們抓蜘蛛 妳們家會… 妳們家會… 蟑螂妳怕不怕 不怕 好難得喔 女蟑螂 我看嫁給我吧 為什麼 她可以嫁給蜘蛛供應商 我不能叫她嫁給我 因為我超怕蟑螂的 我也不是 蟑螂我常常會因為牠出車禍 或者是扭傷的 或是二樓跳下去 太害怕 真的啊 反應什麼 很激動的反應 重點 來…這兩個男生 男女生 對…這一對 男女生 這一對 牠們相差12歲 真的耶 誰…誰比較老 這樣講你們還不知道 誰比較大 看不出來嗎 她比較大 女生啊 女生比較大 為什麼 那到底是老牛吃嫩草還是姐弟戀 還是老草吃老 老草吃老 差12歲 沒有啦 當然男生大 女生只有15歲多 15歲喔 16歲 16歲 好小喔 你看這樣的組合 妳看看 你們兩個人 目前為止發展關係 已經有到接吻嗎 問嗎 關係有 沒有啊 還是 差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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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沒有 跟她講 差一點 對 兩個人觀念不太一樣 我們是喜歡聽誠實的話 你說 差哪一點 有時候不小心就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什麼意思 是不是很想給她親下去呢 會犯罪 親一下應該還好吧 她未滿18歲 不親還好吧 親OK啦 親OK啦 對… 對 未滿18歲會犯罪 對啊 對 可是妳是不是很想 她就是說犯罪 她很帥 太帥 對啊 超帥 她長得很像真子丹 對啊 長得很像外國 對啊 對啊 國際巨星了 那個身材對不對 她們表演什麼請問 OK 媽問了 好 幾幾 一定要兩個人一起嗎 剛剛有問 要視情況能定 可以兩個人一起也可以一個人 可以猜了嗎 我可以猜了嗎 現在很流行嗎 就是在很多節目會表演的 就現在很流行 就是國標之類的 國標舞是不是 好 她幫你們起了一個頭 國標舞其實裡面有分很多種 對不對 誰 誰跟我本來想猜 國標舞 雙人國標 國標的什麼 倫巴 誰說倫巴 倫巴 倫巴 倫巴妳說的是不是 什麼倫巴 不是 我倫巴 倫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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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說倫一下 倫巴… 倫巴 不是 誰說倫巴 倫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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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猜完了嗎 還沒猜出來 阿鑫巴猜完 阿鑫巴 誰說阿鑫巴 老鼻 阿鑫巴不是她 是有事… 阿鑫巴是我們玩的 有… 有啊 男主角 有啊… 這個有… 有這個東西嗎 這是兩個字 兩個字 捷舞… 還有捷舞 捷舞… 捷舞 妳怎麼會知道捷舞 對啊 妳有學過 我之前有學過 佳萍跟我們講捷舞答對了沒有 答對了 答對了 天啊 又是冠儀啊 我今天是過厲害 我這個冠儀 她是準備來吃的嗎 我為了要吃冰淇淋 我跟她拚 對 我們看得出來 一人很酸喔 非常的不爽 不爽 不爽啊 旁邊的這個 OK 妳那時候就不應該受傷 我讓妳舔那個冰淇淋的湯匙 對 那也好 那我也要 妳就吃剩的給我好了 我們都要 下腿也沒有耶 好可憐 下馬現在是從頭到頭 從頭到頭 你都沒吃到 很期待 你們兩位給我們準備表演 YES 這隊年紀相差十二歲的國標舞者 李家平與林憶安 搭配六五的時間不過一年 就已經有了相當驚人的默契 不論節奏是快還是慢 都不影響兩人無故的呈現 年紀的差距並不影響兩人的默契 反而讓兩人落到更有活力 真的 I can tell I'm ready There's a little thing called love W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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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喔 太厲害了 這個女孩子只有16歲 十六歲… 好漂亮 這感覺上將近有60歲的體重 真的… 她很結實 你知道 對啊 有練過的 剛剛我們那個嘉賓有辦法把她這樣 抱起來我就嚇一跳 這個臂力要多好 這樣很好 怎麼可能才16歲 搭檔才一年就有 就是這樣這種純熟的默契 對啊 不容易 真的是不簡單 降評一下 女生 我真的覺得跳得很好 她的那個力道就是 特別是在轉的時候就很扭勁 我覺得很喜歡 對… 那個誰 那個 冠儀… 冠儀 妳來一下好不好 我不會 她有練過她有練習 對啊 而且妳剛剛已經誇下了海口 而且說過妳練過捷舞 我是捷舞加跳舞 那個是因為跳 妳是跳街舞還是街舞 妳真的不知道講街舞 不是 我上次是因為跳那個 不管妳幹什麼都不要這樣拉 這個 我怕不光 對 原來她是原 所以妳要找個理由 今天的服裝不對 妳已經超過幫妳講 美哥 要討厭喔 我不好意思 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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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rry Yo… Come on 怎麼了 我先來 我先玩 好可怕 被跳直接擺Ending 好害羞 飛哥也忍不住剩我了兩下 飛哥很會帶耶 你跟妹妹一起修 我跟他跳 對 你跟他跳好了 對 十六歲高中女生 我… 跳 好 那我算我錯了 我知道不該叫他錯了 對… 對… 還有沒有 歡迎… 好 今天表演得非常精采 反而有創的 歡迎 不得了啦 十種口味 真的 只能讓冠儀一個人吃 一人… 那真的吃得好 真的有 噴不下去 沒有答對人還不能吃 感動 拜託啦 美哥還跟棒球一樣大 吃不完就放在那邊給他融化 也不讓人家吃 真的說話讓我們替死 來 請師傅秀菜 勉強著像棒球一樣大的冰淇淋 現做的酥脆餅皮 加上綿密的冰淇淋 不論哪一種口味 嚐一口就會有清風徐徐 吹來般的清涼喔 整個冰箱都帶來耶 好棒喔 第二種口味又來了喔 薄膏 抹茶… 抹茶… 抹茶喔 這個學問大的學問 自己當場做耶 剛剛是聞到那個餅的香味 就受不了了已經 對啊 謝謝小時 好大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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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什麼 我要抹茶 我要抹茶 首先要透過就是 你們把那個棒球 你們直接一個人手上拿 拿一球 我們已經拿了啦 我們不是一人一球 旁邊兩個女生公平嗎 對 那是一球 一球… 我們建民的建民 起碼也要 一位…來 好 好 這是芒果口味 而且很實在 真的像棒球一樣 裡面還有果粒耶 第二位 好好吃 而且它冰好扎實喔 有沒有很驚傷的感覺 有沒有覺得人生很美滿 剛剛我已經看了很久 那個穿紅衣服 那邊有個小女生有沒有 阿妹…出來阿妹哪一位是阿妹 來… 好可愛喔 有點像耶 小阿妹要為我們吃這個 好像阿妹喔 有上有下 好像阿妹 這表情好像喔 好感動喔 好像阿妹 那邊有好運 連夜也帶了去 飛起到天裡 這個帶回去 跟你的朋友大家分享好不好 好 好… 要好好唸書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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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不可能胜出的 在评审眼中黄心灵的手法 不仅少了魔术的神秘 更欠缺了魔术的华丽 今天黄心灵要面对的挑战者李冠志 学习魔术五年 拥有相当丰富的经验 甜美的黄心灵是否能以自己的聪明 从容的应战 并顺利地未免成功呢 荣获1998年世界魔术大赛亚军的年龄人 让人称奇的俐落手法 让他成为综艺节目的宠儿 荣获多项比赛冠军的刘谦 巧妙的手法 与让人惊艳的舞台魅力 连大卫考博非都说讚 那么按照往例 新到我们节目里面来 担任评审的老师呢 要给我们带来一段表演 好 要不要看啊 要 刘谦大师曾经参加过 拿过世界大赛的魔术比赛 拿过很多次冠军 超级的 超级的 好 现在来欢迎刘谦老师 给我们带来的表演 四伏 好 lights 好 棒 呀 语会 语会 看来 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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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他好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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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3 1、1 1 好帥喔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好帥喔 好厲害 好帥喔 好帥… 好帥喔 好有自信喔 真的… 真的…真的是 剛才我剛好還在看監視 突然看見我那個表情 可是突然覺得怎麼會 真的 因為我回到小型的時候這樣 真的… 整個人就回到小型 好棒喔 對不對 有沒有這種感覺 有 我們都是 就是目瞪口呆那樣 對 目光都被吸過去了 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 真的 劉謙老師來當我們的評審 大家同不同意 歡迎… 太好了… 太好了 但是憑她講 還好我們沒有給參賽者 沒有給參賽者 當場看她的表演 看啊 說不定還沒表演 她們回家 回家 我們當然同意劉謙老師當評審 但是連老師她不一定同意 同行是不是冤家 對 她們兩個都分別參加過 世界大勝 都得過很好的名次 現在要請她講評嗎 沒有 沒有 同行真的能講評嗎 因為要害人嘛 不會啦 其實劉謙真的在魔術界 是 替我們華人 在世界的這個魔術比賽裡面 得到相當高的榮耀 台灣之光 這個掌聲給劉謙也要給我們 連老師 對 真的是有風度 對… 真的是太了不起 非常謝謝劉謙老師 請就評審為主 來 請就評審為主 大魔鏡採單淘汰制 每週有兩位參賽者 參賽者於節目中 秀出自己最拿手的魔術 經由評審的裁定後 淘汰一位參賽者 衛冕者將留下 繼續接受其他魔術師的挑戰 我們來歡迎本週的挑戰者 李冠志先生 剛滿20歲的李冠志 已經有豐富的魔術手法 今天的他能夠挑戰成功嗎 一起來看看唄 好強喔 哇 哈哈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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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衝呢 這可以丟歩嗎 是否這是不想不想 好厲害 好厲害 好強加盡了 好強加盡了 你會還有玩笑嗎 好強 哎呦 哎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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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我來掌聲鼓勵 漂亮喔 天啊 我可以靠近妳一點嗎 好厲害喔 歌神 菲哥妳的童年的表情又出現了 歌神 歌神 我們常常講說魔術可以騙女生 對 這個人根本不用魔術她那個臉 對啊 什麼都這麼帥啊 已經一跳女生倒在那邊了 已經開始留在MSN了 好 剛好我跟她一個有一個鏡頭 剛好跳到年齡人老師那個眼神 好嚴厲這樣 對 過了… 有對手… 感覺上那裡面又有 比方多少對人 但我們職業老師等一下先評 比方說像馬獻妳說 那個視度夠快 視度 視度很壞 沒有 是的啦 她的視度 視度 對 所以原來也 好想看… 對 不是 颱風呢 妳們說都沒有 颱風好棒 而且我覺得她外型 再加上她動作 我覺得她動作很俐落 所以看她就一直 來不及不及 超俐落的 對 我覺得好棒 而且我覺得那個鴿子很難掌控 對 其實鴿子的部分 所以她很厲害 她是歌神 玩贏人呢 我覺得就是 對 這個重點 對 這講到 對 而且飛哥我真的給她四個四 她讓我目不轉睛 真的 讓妳目不轉睛 講得好 我覺得她表演的節奏感非常好 她是聽音樂的 對…她讓妳可以 一直有那個情緒 可以跟著她走 對 我想說的是這個 怎麼辦 我覺得像她的表演 會讓人家想要跟在她身邊 你有沒有想說可以收下我們家的當作 難道你也要嫁給她 不是… 拜她為師 好帥喔 好帥喔 你說這個話 你會讓旁邊兩位老師不太高 好… 連老師跟我們說說 一般我們認為魔術師要做表演 那個臉都要夠冷 可是她是 卻是一開始就很燦爛的感覺 這個是不是魔術師裡面來說 就是一個機會 滿特別的 這不算機會 其實因為每一個人 對 人生的長相 對啊 我們講的是說 她是不是一定要故作神秘感 可是她卻是很燦爛的笑對不對 對 因為這個就形成所謂的風格 風格 對 每一個魔術師她可以選擇自己的風格 是 掌聲給我們連老師 謝謝 看好了… 好 接下來是劉謙老師 優點大家剛才已經都說過了 包括明天老師 包括大家都說過了 我現在要說的是缺點 可是我們剛剛看都完全沒有狀況 沒有 天衣無縫 乍看之下的確是這個樣子 但是剛才的表演 並沒有辦法撼動到你的靈魂 我這樣講嗎 你沒辦法撼動 你現在 放鴿子咬人耶 這是任性的鴿子 這樣真的有害動到我們的靈魂 他應該飛行 劉老師在那邊來 這是在他魔術中間還沒結束的地方 還沒結束 好可怕 劉謙老師 我覺得身為一個魔術師 最重要的是什麼 這個東西 理官之同學就沒有掌握到 一個非常重要 就是娛樂觀眾的心 這是一個魔術師 表演者最重要的事情 娛樂觀眾可以看 是看他對東西的展示方式 也就是說這個東西 我拿出來的時候 觀眾在還沒有看清楚之前 我就把它收起來的話 是代表沒有站在觀眾的立場去想 所以這個節奏是要調整的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幾個比較重要 就是第一個 理官之同學你幾歲 20 20 才20歲 美哥 控制一下… 這不得了 還好吧 算是相當看起來有 有為的年輕人 而且長得又不錯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真的不建議你在表演的時候抽菸 我覺得這個是很傷形象的一件事情 是 如果是飛哥這個樣子抽菸 就沒有人敢說起來 也對啦 因為其實一個魔術表演 很多細節你不注意到的話 它會摧毀掉你整個對觀眾的感情 我們從蓮老師的表情 大家回頭看就知道 不太狗頭這件事 對… 老師 你要說出內心的話 沒關係 我們說 他在講 既然你挑骨頭耶 沒有…其實劉謙講的也是事實 這個年輕人很有進步的空間 對 好數就已經太多了 我就不說了 這句話比較重要 掌聲鼓勵一下好不好 你是什麼時候開始愛上魔術者 因為我看你這個手法 這不是好像說一兩個月的事情 對不對 14歲 然後到現在已經6年了 對 你是有拜師嗎 有沒有 有跟過兩個老師 對 可是沒有 現在沒有那種正式的拜師 這種東西了 對 聽說學魔術 拜師有一些滿恐怖的儀式 這個蓮老師你以前拜師 早期在學魔術沒有拜師 想學到一朝辦事是不可能的事情 對啊 對 對 那麼我們當年拜老師 要說什麼毒師或什麼 對 老師會恐嚇你 你學了魔術之後 你不准把祕密傳出去 一定是每一個太別 否則老師會沒飯吃 對 因為也關係到職業道德 你不可以把別人在表演 靠賴以為生的這個祕密 把它傳說出去 大家都不要混了 對… 所以這很重要 職業道德 你知道剛剛藍外老師很殘酷 你今天來挑戰我們上週的那個女生 你覺得有沒有把握呢 有 很有意思 上週那個女生 不是只有以外型取勝 你要知道 我也不是以外型取勝 好 好有自信喔 漂亮… 帥… 我覺得你 你還是多少有靠一點外型 真的是太帥了 真的 我們先請我們這位 同學先休息一下 等待我們的衛冕者來表演 好 鼓勵一下 接下來我們就要邀請 我們上一週的冠軍 黃新玲小姐組長 好 稍微緊張的衛冕者黃新玲 在看到李冠志的表演後 心裡的壓力更是激增 他即將帶來的表演 能為他持續衛冕的勝利嗎 精彩的大魔技 廣告後精湛表演 持續加溫 歡迎收看 接下來我們就要邀請 我們上一週的冠軍 黃新玲小姐出場 謝謝 笑容甜美可人的黃新玲 經過了一個禮拜的練習 今天是否能夠再次取得 評審的青睞呢 Sexy 哇 哇 謝謝 啊 音樂 金 兒 你們 氣 哇 啊 哇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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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謝謝 掌聲鼓勵 歡迎光臨 這個我就是憑良心講 挑戰者也有鴿子 對 可是她的鴿子 好 我們現在女生開始說說看 你們看她的表演感覺怎麼樣 飛哥 我覺得她很厲害 因為我小時候有玩那個圈圈 但是我怎麼嚕… 都嚕不出來 後來我是把它扒開 才把它分開的 妳還分得開 我是整個拉成橢圓形 對 我就把她整個扒開了 真的很厲害 謝謝 就是她女孩子能夠做魔術表演 我是第一次看到 烏以稀為貴 真的很棒耶 而且她長得這麼漂亮的不多 對 而且身材又這麼好 這是大一個重點 謝謝 是 不錯 就是呆掉了 呆掉了 還有呢 Masha Ma先 妳看的感覺怎麼樣 上個禮拜還是素素 對 上個禮拜比起來 我覺得切字比較好 真的 有性感那個 對… Sexy 對… 可是我覺得那個 創高跟誰的走路要練習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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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外行都有點感覺 就是她走路手短短 對… 好像小的很多機關這樣 對… 那裡練習以後一定會有很多秘密 在裡面 今天的這個比賽 請梁老師跟我們說 跟上桌來比較一下 心靈嘛 心靈帶給我們的感覺 好像我們到了拉斯維加斯的那種 豪華的那種魔術的感覺 但是就是說 在她的表演過程當中 很可惜到了那個出場的時候 那個魔術棒完了之後 讓我有點看不下去 因為我覺得她好像 有一點不太尊重魔術的感覺 對 怎麼說呢 真的 因為我們從這個桌子 可以感覺她上個禮拜的桌子 到現在的桌子 好像是隨便應付 就是找張桌子來擺擺那種感覺 對 雖然說這個環需要這個高度的 這個手指的這個技巧 但是練習得不夠熟練 我就幻覺感不夠 是 有這個感覺 是 我們現在請劉謙老師說說看 我覺得既然梁老師 已經把缺點講完了 那我就講優點好了 是 因為她有互動 她有互動 對啊 對啊 其實她真的表演得很好 其實我說老實講 她的魔術表演得 並沒有比剛才的李冠志好 但是…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她的表演裡面是有新的 從哪裡看得出來 其實我們的攝影機在前方 觀眾在兩側 可是她為了讓我們這邊的觀眾 也看到她的表演 她故意側過來讓我們看 這代表她有站在我們的角度去思考 這個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難得的事情 因為其實在這個年代 有太多從事表演這個行業的人 重視自己比重視觀眾多太多 就是在意自己好不好看 比在意觀眾看起來好不好看 在意太多 她完全是有站在我們觀眾的立場去寫 從這邊也可以找到一個角度 對 對 順便我還是提一下缺點好了 好…順便 對 那個衣服有點像是花車女郎的衣服 對 好快喔 不會啦 不會啊… 這缺點啊 可能我的品味有問題 所以說你綜合老師的這些缺點 然後再稍微減肥一點 大概你就OK了 真的嗎 真的嗎 你沒看他走路那個腿都重到 好 請孫協志 來… 李冠志 李冠志 他們兩個人 到底誰 可以留在我們現場 接受下個星期挑戰者的挑戰呢 那要大家評分一下 好 請開始評分 好 我們已經有了一些答案 今天兩位一定要有一位 離開我們的現場 他打入敗部 他打入敗部的不管是任何一位 仍然有繼續挑戰我們 當週冠軍的這個機會 也就是說如果你已經失敗了 黯然的離開我們的現場 可是你回去再苦練一下 也許你可以研發出 或者跟你們的老師 有更新的魔術 我們仍然是敞開大門 歡迎你們前來接受挑戰 好 現在誰要離開我們的現場呢 好緊張喔 黃欣霖小姐 上週未免成功的黃欣霖 本週遇上了強勁的挑戰對手 果然無法再以甜美的笑容 擄獲裁判的歡心 慘遭滑鐵盧 看著她黯然落寞的背影 再甜美可人的小魔女 也會有傷心難過的表情 評審老師們殘酷無情的講評 更是讓她的臉上蒙上了一層 憂鬱的愁容 我覺得她好像 有點不太鄭重魔術的感覺 那個衣服有點像是花車女 加油心靈 打起你的精神來 我們期待你再接再厲 捲土重來 讓大家再看到你甜美的笑容 sweets 你又有給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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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